所以从此处没生与佛陀 我们生西方净土 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 那么到达西方极乐世界 那就是从与佛国至与佛国 你一定就得到了 为什么呢 西方世界是运营正三不退 这是无比的殊胜 世尊说法四十九年 给我们介绍社方诸佛刹土 都没有说是由不退传的 没有说过 都是进进退退 唯独西方极乐世界不退转 所以是一生圆满菩提 这是西方净土无比的殊胜 你们想想看 我教你们这个方法是不是很容易修学 没有困难 一天至少九次 当然是越多越好 无论做什么事情 在做事之前 先或者念射生阿弥陀佛 这是越多越好 最少不能少过九次 容易射心 符合今年相继 下面这段经文 再再深处 这个里面不是讲世事深处 为什么呢 世事已经没有了 他已经超越了 已经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了 他这个在在深处 哪里有语言 哪里实现 就是这个意思 常得之欲祝福是真的 没有不见佛的 没有不欲佛的 见佛当然 供养供敬 这是修佛 尊重赞叹 这是修慧 复慧双修 一直到无上菩提 一直到成佛 终不离佛 因为这个里面 含舍的 华严经上所讲的 四十一位发生大死 都是与波罗蜜多相应的 从原教出诸佛萨 一直到 登觉 登觉就圆满菩提 这是四十一个位次 所以他有乃至 这两个字 说明 菩萨在四十一个阶级当中 再再都不离佛 像这个基督教里面讲的 与佛同在 我们唯一的方法能够争取得到的 就是老实念佛 比什么都重要 而且决定不能怀疑 金美华藏图书馆 韩广长昨天往生 那么他在医院 这些时日 我每天都去看他 帮助他念佛 他所现的这个现象 殊胜无比 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 那病虽然难重 过去我们也曾经看过很多病人 病人在病重的时候 境界先前 就跟地藏经上所说的 云云亲战主 地藏经先前 见到这个人 见到那个人 所说的都是他已经过世的一些家庆权术 是不是真的呢 李藏经上说不是真的 那是冤家债主 变那个样子来诱惑你 带你去 去了之后就给你算账了 那麻烦就来了 我们常常见到的呀 二韩广长在这个争议过程当中一次都没有 这个是第一个殊胜 第二个就是一直头脑清楚 对于王胜西方极乐世界 我问他有没有问题 绝不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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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念佛 念佛 恨不可思议 三月一号的晚上 一号的中午 我在吃午饭的时候 他叫人打电话 叫我赶快去 我就知道大概有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不知道他病危 我以为他想回图书馆 找我商量 所以我赶去了 赶去之后 他就非常严重 这个户系都很困难 我们看情形不对了 就图书馆调了几个同修来帮他祖念 高深祖念 这个是赤宗须之里面 告诉我们 一个人这是关键的时候 你莱森是做佛 是做菩萨 还是搞六道轮回 还是做三窝道 就在这一念之间 所以这个时候 保持正念是比什么都重要 关系他的将来 我们全心全力就帮助他 高深念佛提醒他 希望他跟着念佛 不要有其他的念头 才打算生起来 那么医院的医生 告诉他的儿子 他说他现在很严重 大概只有两个小时 所以我们念的声音越念越大 到八点钟的时候 他清醒过来 一切都恢复得很平静 很平稳 那我们以为是一般的 回光返照 但是回光返照的时间 都不会很长 所以晨这个时候 问他有没有什么事情交代 跟他谈谈 他这个一生当中 对佛法的一些贡献 这一点很重要 让他生起信心 到晚上十点半的时候 他大声叫 他说你们大家看 阿弥陀佛来了 大概有三四分钟 然后跟阿弥陀佛走了 我听着这个 我说大概阿弥陀佛来安慰你 我说你现在念佛 比以前念佛应当更清晰了 都对 你见过阿弥陀佛了吧 你见过面了吧 你以前只看到阿弥陀佛的佛像 你没有见过面 你这次亲眼见到的 那你念的当然更恳切了 更亲切了 那么于是以后他精神都很好 我就跟他谈 他往生后续的这些事情 我们谈了很多 谈了两个多小时 我问他 他第一句话就告诉我 教学非常重要 就是培养人才 佛法要有后继有人 这复发成的兴旺 第二个呢 这个《华严经》是他提前的 他要求我 《华严经》一定要讲圆满 我也答应他 我们谈了很多次 到第二天 我把所谈的内容写出 一共十二条 写出之后 第二天呢 我到去看他的时候 我每一条念给他听 他听了之后 非常欢喜 念完十二条 我说那你没事了 他点灯 没事了 他说我可以走了 他说我们珍重一帆风顺 说这些 可是说走 他也没走 我说可能你还走不了 我说也许阿弥陀佛 留着你 这个后续工作 还是我们两个人做 不能给我一个人 他点点头 他想到的时候 他说如果我要好了的话 《华严经》 我要给他做个意见 我说很好 他过去有阿弥陀经的意见 我说对 应当把这个工作完成 所以在四号 四号的中午 他又看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再来看他 而且看到莲花 所以我们想的时候 他往生 没问题 而且就在四号的那一天 上午 我想起一桩事情 他往生的时候 我们跟他做这个佛事 我们出家人 穿这个佛装 不如法 这个黄海清 红族衣 这个不是佛教的 你们诸位 常常读经 经论里头 没有这种颜色 出家人穿染色衣 红黄蓝不黑 叫五色 叫正色 染色衣 是避免这五种正色 所以穿染色衣 才如法 所以我就打电话 给武道 我们到场 出家的南中 统统做这个 二十五条衣 做咖啡色 不要做红色 我们这个是先做 以后呢 我们女众人数多 以后在女众的衣 也要做 女众受接 他们穿这个九条衣 都是黄色的 不如法 我们也重新做 就邀请板桥 孙福殿 通知他 那么老板娘 晚上七点钟 来给我们每个人 凉衣服 我们希望这个衣服 赶快做 他点头 他说我知道 我们就很奇怪 你怎么知道 他说中午 阿弥陀佛通知他 他见到阿弥陀佛 孙福殿的老板娘 见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通知他 告诉他 图书馆有集市 要你赶工 所以他把所有的布料 什么都准备好了 他到我们这儿 我们听了这个话的时候 我说馆长佛报很大 他可能是西方极乐世界来的 他的事情 阿弥陀佛替他安排了 那还有什么话讲 所以我们很安慰 也生很大的信心 对于阿弥陀佛 特别感到他的慈悲亲切 他来料理 他来照顾 这个不简单 过去我们听见 有一些这些事情 鬼神在照顾 通知这个讯息 或者还有的是 是自己的灵魂出窍 去通知 去办这个 替自己办事情 从来没有听说 阿弥陀佛替人办事情 没听说过 那头一次 那么那边有不少同修 日夜发心念佛 我看到这个情形好 也许是 是馆长的功德 所以馆长这个 五号 五号下午 四点二十分 往生 我们有很 很明显的这个感觉 他是往生 断气就走了 不像一般人的时候 有八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 他是断气就走了 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 但是我们还是依照 持终须知 给他念十二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当中 我们观察他 没有一丝毫的变化 就像睡着一样 气色都没有变 看不出他是个生病的人 非常的暗象 因为我们过去也曾经帮人阻念 大概在八小时 他这个神识离开身体 非常痛苦 他这个表情有痛苦 能够看得出来 他完全没有 所以他走的时候 一烟气就走 这些我们在旁边仔细观察的 很明显的能够体会得到 他两次见佛 一次见到莲花 信心具足 古德常说 往生就是不退成佛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就是到那边去做佛去了 他对我们的尽忠三十年的护持 我们今天尽忠有这个局面 他一个人的功劳 无比的殊胜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 那他是在在身处 尝得执欲祝福 所以他生病也是表演的 我去看他 我说你是唯魔实现的 我说实现的可以了 我们都懂得了 不必再实现了 跟我们很大的启示 那么也许图书馆现在这个风气 就会延续下去 学习应光大死 当年文言山的念佛堂 每一天24小时 佛号不中断 喜欢念佛的人都可以到那去念佛 那个地方念佛 日夜不间断 我们原本是想念49天 现在想想应当学 应光法师的道场 这样念 一直念下去 因为大家念得很欢喜 各个人念得法系充满 所以我就希望永远念下去 我们跟印族的道场所不相同的地方 就是晚上有蒋经 蒋经等于蒋开始一样 现在蒋经讲华严经 讲五十三餐 华严实在讲 就是大本的无量寿经 彭基谦说 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 所以华严经是大本的无量寿经 设大愿望到生极乐 所以我们进途中 也把它看为本宗的大经 那么我们研究讨论这部经 这一次重点 是要落实在生活上 换一句话说 一个念佛人 应当怎么过日子 怎样生活 就在你现前的生活环境当中 无需要改变 你怎么样去转这个境界 就在你现前工作岗位上 怎样转返陈胜 转返腦陈菩提 我们要落实在这方面 那么这个经学到 就马上就有用处 最终的目的是导规净土 这个经济才真正得到大圆满 这个经才真正得到大圆满 这个经才真正得到大圆满 同学们 同学们如果有时间 不能错过 大家再翻开 79面 我们把这段经文捏捏 我们把这段经文捏捏 致会议 bones 有菩萨 修行般若波罗 afraid 不得 四经律 即四无量 四无色定 于九无等智 次第超越 顺利出入 自在游戏 非诸声闻读觉等晋 是菩萨 于诸等智 方便善巧 次第超越 自在游戏 然于其中 无染无浊 我们先看这一段 这是我们要学的 菩萨很多 菩萨修学的范围 也非常之广 所谓是八万四千发门 五无量发门 这年世尊为我们举一个例子说 得四经律呢 就是四禅定 我们常讲的初禅 二禅三禅四禅 这个四经律就是四禅 得四禅呢 将来就生四禅听 即四无量 四无量是四无量心 神慈悲喜识 这是神 色界天 必须要具备的条件 如果你有定功 没有慈悲喜识 你还是不能生 有慈悲喜识 没有定功 也不能生 这是神色界天 最重要的条件 这是一段 这是讲的色界天 下面呢 这是四无色定 这一句是讲四空天 这四种定呢 就生四空天 与九等至 这个九等至 就是九次地定 《论言经》上 说得很清楚 阿罗汉所证的 这个是超越六道 超越六道 到舍法界的 声文法界 或者是语言学法界 大概都是这样的功夫 等至也是禅定的意思 等是平等 至是到达 第九定 四地超越 按照这个顺序 粗禅二禅三禅 这个四空天 第九定 我们常讲四禅八定 再往上去 就是第九定 第九定 这超越了 顺利出入 顺利是直进界 无论是顺境 无论是逆境 他对于三界的出入 自在 自在游戏 这是将 这个三界出入自在游戏 是菩萨在六道 种种世线度化众生 所以是游戏神通 非主 升游游戏神通 没有般若知智 所以 虽然修到九次地定 超越六道了 但是 他不肯回来 没有慈悲心 没有慈悲喜喜 他不肯回来 不肯度众生 为什么呢 众生难度 度众生这个事情很苦 你好心对待他 他悟意向你 所以小成人 你去求他 他还要看看 顺不顺眼 看得你很顺眼 他就帮助你 看得你不顺眼 理都不理你 而不像菩萨 菩萨 我们在无量寿经 看到 做一切众生 不秦之友 众生不找他 菩萨来找你 主动来帮你忙 这个是菩萨 这是说明 与般若波罗密度相应的 他修学 也是修四成八点九次地定 他在六道里头 教化众生 出入自在 这是小成的声闻元旧 不能跟他相比 下面说 是菩萨 与诸等至 方便 善巧 次地 超越 这个等至 就是禅定 我们一般讲禅定 这些菩萨 行般若 般若波罗密的菩萨 与种种的 成定 或者说种种的三昧 到第二卷里面 就说得很详细了 就说得很多了 那么那段文 大家看看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细架 他们有方便善巧次地 超越 他到底有什么善巧 底下一句说出来 这个自在游戏 就是方便 方是方法 变呢 就是变矣 这个变矣 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非常适当 它的方法很适当 我们讲方法太好了 太圆满了 就叫做方便 无论做什么事情 对人 对事 对物 他都能做到 恰到好处 都能做得很圆满 这就叫方便 那么你做得很圆满 你就自在游戏了吧 那你的日子就过得很幸福 就过得很美满了 下面说 人与其中 无人无浊 那就叫善巧 所有一切境界里面 他没有燃热 热是热相 分别知热 他没有啊 燃呢 是在境远当中 人私环境 物质环境 动了感情了 动了情 就是燃 在这个人私环境 物质环境呢 其了贪爱 其了称慧 其了愚痴 其了怀疑 那叫燃 也就是讲烦恼生起来 烦恼是人物 他在对人对事对物 一切境界当中 不生烦恼 人家有这个本子 自在游戏 不生烦恼 一切都不知足 符合金刚经上所讲的 不取余相 如辱不动 不取余相 就是无人无助 如辱不动 是清净心心切 内不动心 外不着下 这是我们要学的 虽然世尊在此地 只举了修行上的几个例子 但是举这个例子 我们要懂得 它的真正的意思 举业于 我们要懂得三语 佛跟我们说业状事情 我们要能够体会到一切死 总不外乎 这个原理 这个原则 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 下面这一句 我们把它念出来 这个对于我们促学 有很大的帮助 说有菩萨 虽读六波罗密度 二姨 一波罗密 常委上手 居住休息 劝读有情 一灵休息 这一段的开始 非常重要 特别是对初学 初学的人 往往是不得其门而入 我们看到佛法 好如烟海 从哪里学起 这一段的意思 就是强调 一门神 你看他修的是六波罗密 六波罗密的 他只选一种来修 给主书说 这一种修成功了 六种都圆满 这六种都圆满 菩萨万恨就圆满 真是华言经上所说的 一切一切一切 一修一切修 一辰一切 从这里下手 我们在华言经上看到 你看十地菩萨 华言经上菩萨 都是修十波罗密 六波罗密通大小城 大小城都讲 如果讲十波罗密 小城里头没有 唯独大城 华言讲十波罗密 不识持戒 任如精进禅定薄弱 后面还有方便怨烈志 这变成十波罗密 其实十波罗密 也是六波罗密里面 禅定跟般若开出来的 所以十跟六 十字内容上没有差别 一个是把它归纳 一个是把它展开了 技术就是 可是我们看菩萨的修行 你看初地菩萨 修布施 二地菩萨修持戒 三地菩萨修忍如 他们都修一门 而且每一个人 一门就是一切门 修布施的 那持戒以后的九种波罗密 都在布施里 修持戒的 二地修持戒 前面布施跟后面八位修持戒 也都在持戒当中 也就是说 他在一切法里头 他抓到一个重点 而用这一个重点的时候 能够涵盖一切法 这一种修法 高明啊 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们尤其是 学佛摸不到门的 那这一句是把门给我们打开 跟我们指示说来 因此学金教也不例外 金教要想学得成功 学得好 从哪里入门呢 你喜欢的今天 无论什么今天 第一个是你也喜欢 第二个呢 要适合你的程度 你比如说 我喜欢大波瑞经 我没有这个程度也不行啊 分量也太多 我受不了啊 那喜欢华颜 那也不错啊 华颜经也太大了 华颜画法 实在讲初学的人 都相当困难 所以学金教初学 最好选一个适当的 分量不要太长 金点不要太深 自己又有兴趣 哦 那你的学习就快速 就很容易成就了 所以现在 一般来讲 我们在全世界 提倡无量寿金 无量寿金是初学 是最佳的 这个金本 因为它的分量 不太长 也不太短 啊 弥陀金太短了 说再讲 弥陀金比无量寿金深啊 啊 这个注意 你们去念念要解 念念廉词大师的苏超 然后你就明了了 啊 无量寿金 切 特别是夏连居居司的汇集本 一般这个中等以上的根基 看起来没有困难啊 不听讲也能看得懂啊 不懂的里头少数集聚而已啊 啊 在我想的时候是指切拔 不听讲都可以看得懂 从选择这个进入门 是最理想的啊 就是它不太深 也不太差 能适合我们一般的程度 啊 在现在现前 大概一般高中生的程度 就没问题了 啊 所以非常适合的一个法门啊 要紧的就是一门神啊 所以这是举一个波罗蜜 啊 二位上手啊 上手就是主修的啊 举足休息啊 就是圆满的休息啊 圆满那当然就包含其他的这个六波罗蜜 其他的五条都在他这个一度当中 啊 这个叫居足休息 不单自己这样修啊 而且他还能劝别人 啊 因为这个方法修 成功的 机会啊 很大 只要认真努力 欺而不识 没有一个不成就 这是法门无比的殊胜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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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先开金本第79面 看这个金本下面的阿拉贝斯 79面 从道数第四行 最后两个字看起 有菩萨随住六波罗密度 而一波罗密度常为上手 居住休息 劝住友情 一令休息 上一次讲到此地 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有能够细讲 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 佛在此地 为我们举一个例子 一个例子 能够明了了 其余的 就可以以此类推 祝菩萨 无论是 贤手的叛教 或者是天台的叛教 天台 将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 分判为藏统别缘四教 而贤手将他判为小十宗顿元五教 这种判法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原来是没有一定 所以古来叛教的人很多 唯独这两家 流传到现代 这是大家公认 他判得很好 判得如法 那么四教都有菩萨 而每一个阶层的菩萨 都修六波罗密 所以六波罗密 统大小城 主要知道 大臣有菩萨 小臣也有菩萨 不是小臣 没有菩萨 藏教就是小臣 那么他们也修六波罗密 科目相同 名称相同 可是里面境界不相同 前圣广辖不相同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经上跟我们说了一个原则 虽然六度万恨全修 他怎么个修法呢 往往他只采取一个法门 一门深入 一门修成了 给诸位说 门门都修成了 大臣原教如是 小臣藏教也如是 这个道理 与四理 我们都要清楚 都要明了 譬如 不识 这个是最普遍 我想 凡是修佛的同学 无论是 无论是 在国内 或者是在国外 没有 不知道 修布施 修布施 修供养 都懂得 可是这些布施 修供养 能不能称为 波罗蜜 那就很难说了 波罗蜜是 凡语 它的意思 就是圆满的意思 你所修的布施 圆不圆满呢 如果有确信 就不圆满 有确信 就不能叫 居足 修习 居足 就是圆满的意思 毫无 确信 我们在 经论里面 也常常 看到 世尊为我们 开始 菩萨行里面 六波罗蜜 前面 五条 是四 后面 一条 是礼 礼是 般若 如果 礼与 四相应了 这才叫 波罗蜜多 礼与 四不相应 那是 修福 我们常讲 人天 佛报 修的是 这个 不是 是菩萨的 六波罗蜜 所以 六波罗蜜 每一条 都离不开 般若 般若 那么说到这个地方 诸位同修都看到佛教的教旗 佛教的教旗 它是一共是六条 五种颜色 每一种颜色 每一种颜色是一条 每一种颜色是一条 是代表六波罗蜜 由此可知 任何一状事都不能离开般若智慧 般若智慧 简单的讲 就是圆满的智慧 因此 修布施 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布施的理论 你要懂得 为什么要修布施波罗蜜 难道修菩萨道 我不修布施波罗蜜就不行吗 道理在哪里 你得要搞清楚 理论搞清楚了 用什么方法来修学 修学当中的境界如何 是在讲 讲到方法与境界 是千变万化了 样样都要明了啊 都要通达 这一桩事情才能做得圆满 理复杂 思也复杂 这才劳累世尊 四十九年为我们说的这么多的经论 你要问这么多经论说什么呢 要用这个地方 刚灵来讲呢 就是给我们讲了一条 布施波罗蜜 如果你要是学持戒波罗蜜 也可以说四十九年所说的 全是持戒波罗蜜 我们在华音会上 从施主 施行施回向施地 这四十位法神大师 他们所修学的刚灵 以华诺米为上手 举足修习 出足修布施 二足修持戒 三足修忍辱 一直摄行 诗会向施地 出地修布施 二地修持戒 华严是加十佛罗米 那么从这四十位交互来看 那个意思就升广 就知道任何一个法门 还是其他所有的法门 真是华严经上所讲的 一几十度多几十一 一度不二 我们要能体会到这一层深意 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 晓得怎样学菩萨心 怎样学菩萨道 以布施来讲 它最重要的理论 就是教我们放下 不是是使是放下吧 为什么要放下 因为六道舍法界 就是放不下才变现出来 放下了哪有六道哪有舍法界 所以布施 结归到最后 这怎么成为 居足修习圆满波罗米 就是要把妄想分别 执着放下 把它布施掉 从哪里下手呢 从身外之物下手 好放下了 容易放下了 这个是交给你 由情而生 由意而难 容易舍得先干 难舍得慢慢再来 那么我们在华验会上看到 出驻菩萨修菩师 出行菩萨也修菩师 出回向菩萨也修菩师 出地菩萨也修菩师 你就晓得越往上面去 难舍能舍 越往上就是越难舍 这个要懂得 先舍身外之物 身外之物舍了之后 连这个身也能舍 大经第六回向章里面 跟我们讲 这个布施讲聊 七八十种 内财外财 头目脑碎 没有一样不能舍 不但事法要舍 佛法也要舍 为什么 因为事法佛法 皆是因缘身法 真如本性里头 没有啊 没有这些东西啊 学佛最终的目的就是明心坚信 坚信臣佛 臣佛就是恢复自信 自信里面本具的无量智慧 无量德能 全都恢复了 臣佛不过如是而已 恢复本性的德能 佛跟我们讲 本性的德能为什么失掉了呢 这个实是比喻 不是真的失掉了 是因为有障碍 障住了 它的作用不能限期 智慧不能限期 德能不能限期 这个障碍啊 当然非常非常之多 而佛把它归纳 为两大类 烦恢复症跟所知症 烦恼症跟所知症 展开来呀 就是六种障碍 或者十种障碍 那么六度 就是度这个六种障碍 破这六种障碍 不失 破坚叹 持戒破卧业 忍辱破晨慧 静静破懈怠 禅定破散乱 薄弱破愚痴 这是归拿起来 就这几类了 所以你因为有这个病啊 佛才给你下这副药 你这个病没有了 药也没有了 药是复发了 所以你病好了之后啊 复发也没有了 这是金刚经上所谓 法上应时 何款非法 我们现在有病 必须要用这个方法 但是你要知道 病好了之后 这方法就不要了 所以你要不要太爱护这个方法 太重视这个方法 那你就错了 到后来病好了啊 这个药写不掉 病好了再吃药啊 就又吃成病出来了 这个道理要懂啊 那么什么时候啊 我们的布什波罗蜜 圆满了呢 如果就下意的时候 坚贪的念头没有了 你的布什波罗蜜 就圆满了 这是下意的说法 但是在此地 不是这个意思 此地是 一击一切 那么换句话是 你修一个布什波罗蜜 必须把六种障碍 都断掉了 你这个布什波罗蜜 就圆满了 这个意思 声光无尽 这是大臣的真事意 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 都能破除一切障碍 我们使用的同修 我们使用的方法比较特殊 我们用念佛了 一句阿弥陀佛 我们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了不少年了 念的没效果 不见效果 原因在哪里呢 是不是佛号不灵呢 不是的 你用这个方法了 没有用的令 换一句话说 你用的布如法 这个布如法了 简单的说了 你念佛是有口无心 所以你就布如法了 心念弥陀 嘴巴里念着 哎呀我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而这个世间一切人死无 一样都放不下 你总不能把你 这个家庭眷属 所有财产都带到极乐世界去 没有这个道理啊 所以这个就不如法 怎么如法呢 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心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对这个世间一切人死无 毫无留念 那不就布什波罗密圆满了 你看你的一句阿弥陀佛 里面就有圆满的布什波罗密 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念得非常相应 相应就是如法 一心求生西方净土 还没去之前 我们这个身体在这个世间 一切随远 决定没有盘远 那么你是样样都如法 如法就是持戒不乐 你对人对人对事对无 没有一样不如法 你看你的一句名号里面 居足持戒不乐 一句佛号念到底 绝不改变 勇猛精进 绝不退转 你看你这个念佛里头 居足了 忍如波罗密 不但念佛的心精进 行也精进 从他的表现 在生活上 在工作当中 在厨师待人 节目里面 所表现出来的 进步 天天有进步 年年有进步 金进 波罗密 就在其中 虽然如是 这个心里面有主宰 不会为外面境界所动摇 一句佛号念到底 一心求生西方净土 就像山菜童子一样 虽然经历五十三餐 各种不要不同的法门 这个法门里面包括 世出世界一切法 他也看 他也听 他也接触 他并没有回避 虽然接触 心地清静 毫不沾染 这是铲定波罗密 他不会三心而已 真的一门甚入 虽然才一身成就 圆满菩提 而般若波罗密 是一样样通达明了 我们是时间的关系 把这一段举一个例子 简单跟诸位做个报告 希望诸位同修 要能够举一反三 文艺之事 一条如是 条条都如是 才知道 任何一个法门 都容设一切法门 这个是大乘复法了 这样修学 才能够成就 这个就是 剧足修习 就是句子 云荣寒适 一切法门 在一个法门里 菩萨自己这样修 也劝别人这样修 你看 劝助友情 他要劝别人这个修 这个修法 无比的殊胜 不麻烦 不露宿 能够增进我们生活的幸福 能够增进我们生活的美满 学了就得受用 所以佛法 特别是大乘佛法 要用现代的话来讲 真正实实 是现代生活的艺术 那不是普通的艺术 登峰造奇的艺术尖峰 我们要能够认识它 要能够体会理解它 我们才能得受用 无论我们现前生活 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生活的方式 都能达到菩萨的境界 换句话说 过菩萨的生活 富贵人过富贵的菩萨生活 贫贱人过贫贱的菩萨生活 都是菩萨生活 都是快乐无比 要达到这个境界了 实在讲只有大乘佛法 离开大乘佛法了 很难做到 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经文 有菩萨修行 般若般若密度 这是六般若密里面 特别提出般若般若密度 高度圆满的智慧 放遍善巧 化身如佛 便如地狱旁僧诡戒 若人若天 随其内因 为所挣伐 令和殊胜利益安乐 我们看这一段 诸位要晓得 般若是礼 如果没有四 这个礼是写不出来的 一定要有四 四呢 就是前面五度 前面五度 你修任何一度 一定是圆满居足其他的五度 六度就在一度当中修 这叫方便善巧 方便都是知识 善巧是知智慧 你有高度的智慧 你齐心动念 所作所为 都能做到恰到好处 做得很圆满 真正的 是自利利他 自利利他 这四个字 很难懂啊 不要听到 要自利我自己得好处了 利他别人得好处了 不是这个意思 你这样体会也太粗心 太大意了 乍听起来 你讲得也没错 细细去观察了 你距离他这个意思 差得很远很远 什么叫自利 什么叫利他 我眼前得到财富 是不是自利 我眼前得到公民富贵 是不是自利 那佛都要头都不是 那究竟什么叫自利呢 在佛华里面讲 烦恼断了 智慧开了 这是自利 小利 这不是大利 那比这个更殊胜的利益呢 脱离三界 轮回了 正得声闻云觉的果位了 这是中等的利 不是最殊胜的自利 最殊胜的自利 该诸位说是 圆满成佛 成佛 成就 究竟圆满的智慧 释出世间 一切法 过去未来 没有一样不通达 这才叫自利 利他 利他 帮助别人 也达到这个境界 才叫利他 那么由此可知 自利利他 不是得到世间的 这个明文立养啊 不是讲这个 这个东西 谈话一线 不实在 不但身外之无 是假的 连这个身体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这有什么利益呢 那么大家都知道 这学佛 佛有三身 三身是讲的 发身 报身 发身是什么 现在这学里面所讲的 宇宙万有的本体 那是发身的 佛家里面讲究发身 那发身是每一个人都居足的 一切众生是共同的 问题是我们自己迷失了自己发身 不知道 静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 这迷失了发身 变成反复 而佛法修学 最口贵的 这是报身 报身 报身是智慧神的 报身是修得的 有始无终啊 这是真正的自立了 而立他呢 则是化身 千百亿化身 化身是帮助一切众生 主 所以你做的这些 无论是不识也好 持戒也好 忍辱也好 在你日常生活当中 齐心动念 一举一动 如果都是帮助众生 觉悟的 让人家听了 看到 散到觉悟了 接触到觉悟了 这叫立他 没有开悟 那叫什么立了 道理要懂啊 不懂在这个年头 很容易就被人骗了 今天我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柜台 佛物的同修告诉我 今天晚上有不少同修 要求受三规戒 这是好事情 可是你们为什么想到 受三规戒 你的动机何在 目的何在呢 自己有没有好好地去想想呢 对于三规戒的大义 有没有搞清楚呢 如果没有搞清楚 来受这个三规五戒 就是糊里糊涂了 是吧 将来还是做一个糊里糊涂的 三规五戒的佛弟子 你说你冤不冤枉 一定要搞清楚 搞明白 然后传授三规 你才真正得到 这个东西是没有形象 不是想这本书我给你 你真的得到了 这有形象 这个规戒没有形象 你从心地里面真正感受得到 这个叫戒体 三规也是戒 最基本的戒条 你要认识清楚 就不会被人欺骗 你要搞不清楚 你就被人骗了 现在在台湾的情形 也许比外国还好一点 外国现在听说 传授三规 授五戒 这个在灌顶 都要收费的 听说价钱越高 人还越多 认为那就很灵了 这个价钱少了 大概不灵 由此可知 他的动机 目的 好在 无非是为明文立养 受了三规 佛菩萨保佑他身观发财 哪一天不发财 他就骂佛菩萨不灵 这个都是错误 所以佛法的修学 终点在智慧 一定要令自己觉悟 令别人觉悟 那这是真实的功德 我们要做这个事情 要学佛菩萨 他怎么过日子 他怎么生活 怎么工作 怎么样处事在人间屋 这些都记载在经典当中 我们留意这些 去体会 去理解 然后在生活上把它做到 那你就是佛菩萨 你既然是佛菩萨 当然得住佛菩萨的护念 这一定道理 这个护念也是无形 是不是真的 各种是真的 要用现代科学来讲 就磁场相同 你的心形跟佛菩萨心形一样 彼此磁场就相同 自然就能够融摄成 一体在佛法里面讲加持 可以用科学来证实 如果我们起先动念 都是自私自利 顺人利己 这个磁场是决定不相同 换一句话说 决定得不到佛菩萨的加持 这句话的意思很深 要用简单的言语来全数的话 那就是佛菩萨 他在日常生活当中 在工作当中 以究竟圆满的智慧 很顺当的方法 献这个身相的跟住佛如来 没有两样 他能够变入地狱旁生规界 这是讲生活的 我问你能不能呢 你看到不行啊 这个地狱 我没有办法去啊 可是我再说一说呢 你想想看你也能 这个地狱 旁生鬼界 不是施法界里面的 那个三个法界 而是说 每一个法界里面都居住施法界 我们这是人 人中有佛 人中有菩萨 人中有地狱 人中有恶鬼 你能不能度那些 人中的地狱旁生恶鬼呢 哪些是人中的三无道呢 成慧心中的 嫉妒心中的 就是地狱 现在他没多地狱 他这两个 这两个业障让中 将来就是多地狱的业因 愚痴就是出生了 方生出生了 愚痴是非黑白 搞不清楚 颠倒了 不但争妄邪阵 他搞不清楚 甚至连利害他都不懂 把害当做利 把利当做害 利害都颠倒了 这是人中的出生 恶鬼是坚贪 贪心很重的人 这个是恶鬼 到底这些 这三无道就是贪嗔痴 如果这个众生 贪嗔痴很重 那他就是三无道众生 你要像佛一样 关怀他 爱护他 帮助他 把他这个恶习气 盖过来 那你就是堵他 那么由此刻之 每一戒里头都居足 是法界 天台大师 所谓的 被戒迁入 每一戒里头有戒 是如是 从如是性 如是相 一直到如是本末 究竟 法华 经上讲的 被戒迁入 你明白这个道理了 这经上讲的 我们可以做 不是做不到的 下面说 若人若天 这是善道 前面讲的是卧道 那么换一句话说 前面所说的卧人 这一边所讲的善人 人能守五戒 能守道德 在佛法里面五戒 在我们中国儒家讲的五常 五常是讲 仁义理智性 跟五戒的内容是相同 族传里头 有一句话说的好 人气肠子 妖心 肠是什么 就是五常 人如果说 把仁义理智性 都写气掉了 不讲了 就变成妖魔鬼怪 人跟妖魔鬼怪 差别在那里 人手里 人能够遵守 这个五种常道 这不能失掉的 失掉了 那个人道的资格 就失掉了 为什么 佛在境上说 人死了以后 来生 很不容易得人身 得人身的条件 五戒要去做 你这一生 都遵守 自己冷静 跟自己打到分数 如果你这五条件 能够打个八十分以上 就保证 你来生 不舍人身 你来生 还能得人身 如果你这个五戒 只能打五十分 来生 得人身 是非常妙芒 如果你贪嗔痴 这个念头要重 那你就三我道去了 六道 谁在主宰 不是上帝 也不是耶罗王 自己主宰 不但是六道 是自己做主 舍法界 也是自己做主 如果你要想成佛 不难 什么方法呢 念佛就成佛 念佛的心 你的心变成佛 心变成佛 哪有不成佛的道理 华严经上说的好 硬观发界性 一切为心造 你是佛心 你就做佛了 你是菩萨心 你就做菩萨了 你是鬼心 你当然就做鬼了 鬼心是贪心 贪心是鬼心 成佛是地狱心 愚痴是出身心 你是什么样的心 就变什么样的法界 所以你将来前途 到哪里去 是你自己主宰的 除你自己之外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主宰你 这是佛给我们说的 我们要靠自己 不能靠别人 佛是我们的老师 只能提供意见 给我们参考 佛也帮不上忙 所以说佛不度众生 众生谁度 自物自度 你闻了佛法 自己觉悟了 自己度自己 这是真的 这个不是假的 所以我们一心一意 勉佛求生进土 释出世间法 统统放下 为什么呢 全是假的 佛在金刚薄弱里头 讲得很好 三心不可得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这是跟你讲 能得的心没有 而你所得的呢 所得的是诸法 这佛讲得更多 讲得更清楚了 诸法语言生 语言生 无性 无性就是 没有性体 没有字体 当提借空 了不可得 这是告诉我 能得 所得 只是一个幻想而已 不是事实 所以你要放下 眼前的境界 不过是 远距 远散而已 远距的时候 你要绝不了 你就可以利用 这个幻缘 成就你的功德 如果你不明了 四世真相 随着你烦恼 习气妄想 那你就在幻缘当中 又造了幻业了 造幻业呢 那你就由幻的现象出现 境界出现 这个境界 就是六道跟实法界 一般讲 六道不好 六道痛苦 四圣发界里面 虽然好一点 依然没有坚信 并不是很圆满 总不如念佛求生西方净土 生到西方净土就得大圆满 所以静宗法门是一切祝佛赞叹 这不是没有道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佛教给我们 我们要效法菩萨 要学诸佛菩萨 为一切众生 为书若正法 宁获书胜利益安乐 书胜利益安乐 怎么样 叫他得到 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很清楚 很明了 我们这个界缘书里头 有谈虚法诗的念佛论 过去我们演的很多 念佛论 我们的学生是谈虚法诗讲的 他的学生大光记的 大光的文字不错 写得很好 我跟他也都很熟悉 他后面举了三个例子 念佛往生的例子 念佛行菩萨道的例子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未书正法 令和书胜利益安乐 可以做这一句经文的朱节 出家人 出家人 弹劳局了一个修武法诗 这个事情是出现在黑龙江 哈尔滨市 老法师在那边建了一个道场 叫基罗斯 哈尔滨基罗斯 最近到我们这里来的 妙境法诗 是老法诗的学生 我们也都很熟 都是老朋友 修武法诗 没有念过书 从前在大陆上 生活很苦的时候 出家 出家之前 他是做泥水浆的 是个工人 生活很苦 出家之后 就在寺庙里面做苦工 什么也不会 就念一句阿弥陀佛 人诚实 老实 勤奋 肯替人佛 这是他的长处 谭徐老法师 建这个道场 建成之后 传一次戒 来纪念 这个开山 当时前他的老师 地仙老伙尚 做这个得戒伙尚 这民国初年的事情 纯戒期间 到场需要人帮忙 所以由发心来帮忙 无论出家在家都很欢迎 这个修武师 他就到这个庙里面来 发心帮忙 那么那个时候 谭老师住持 当家司是定西发司 以后都在香港 远记 两位老法师 看到他人很老实 就问他 你能做什么事情 他愿意在戒期当中 照顾生病的人 这个工作也很重要 上风感冒是免不了的 需要人照顾 他就发心了 做这个事情 可是住了没几天 他就向老和尚告假 他要走 那么坦安老很有修养 也就无所谓了 一切随缘 你要走嘛 你就走吧 定西发司 就没那么好的修养 就自备他进去 你这个人没耐心 这个戒期 大陆上传戒是53天 两个月嘛 你两个月的耐心都没有啊 既然发行来了 总没几天要走呢 他就说 他说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 我要到极乐世界去 他们两位老法师 这个不是简单实乱 是大大实 就问他 你哪天走 不出十天 求老法师 给他准备厚寺 这么厚寺就火化了 火化了是准备柴火 那么就遇到这么个人 到第二天呢 求法师去找他 他说老法师 我今天就要走 所以大家赶紧匆匆忙忙的时候 给他预备在后方一个临时打个扑 找几个人就给他祝念 那一些东西就准备好了 他到那个地方去念佛 不到十五分钟 他就走 那是走的时候 祝念的人还跟他要求呢 他说法师 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从前人往生呢 都要留几首诗 留几首记子 给我们做纪念 这是你也应该给我们留 他说我很苦恼 不认识字 没念过书 什么也不会 不过他留了一句话 劝大家老实修行 那个话的意思我也记不清楚 大致上好像是 能说不能行 不是真知晦 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话说得也很踏实 极乐四往生 全戒期间当中 他这么一表演 你看没有生病 欲知实至 念到不到十五分钟 他就走了 这个就是未说正法 表演这个样子就是正法了 你说戒期当中 无论是受戒的还是到那里参加这个戒期发会的 看到这个情节没有一个不敢动 没有一个不老实念佛求生进度 真的不是假的吗 表演给你看吗 地牢法师赞叹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居士 文章写得很好的 替他写一篇专辑 地牢法师赞叹 这才是出家人的好榜样 一生一句阿弥陀佛 他的生活虽然非常苦 他苦得很自在 苦得很快乐 为什么呢 他心地清净 没有丝毫的要求 他就安落 这就是他利益 身心自在 欲知实至 王僧佛国 殊胜利益安落 走的时候是殊胜利益了 那个波比说了 他没走前 之前 他在世 就是殊胜利益安落 我们一般人看不出来 看他很苦啊 苦恼的出家人 他的落 我们怎么晓得 所以不要说是环境不好 这个处境不顺 你就没有安落了 不然 安落在你自己心里头 你能够一切不在意 一切若无其事 你就得大安落 那么第二个 他是举的一个出家的男居士 郑西斌居士 那个原来是个做生意的人 他的环境比较顺 生活能够得去 虽不是很富有吧 那是小康之家 到最后学了佛 也是根地 谈学老法师 皈依之后 学了佛了 知道佛法好 他学会讲一套经 到处去给人讲经 生意也不做了 就价也不要了 他以后也是在讲经当中 往生 经讲完了之后 有几个老朋友 他就跟老朋友说 你们替我租个房子 我要走了 这些人奇怪 你要走了 后面租房子 他说我不是道别 我去往生极乐世界 怕死在人家家里不方便 找人租房子 同修门徒高兴 你真等往生 到我家来 他就到我家 我们没有机会 他就到朋友家里 说也是 念佛十五分钟 朋友也是要他留个纪念 他说不必了 看我这个样子 就是很好的纪念 那么潇洒 那么自在 也很好的纪念 这些都是 我一说正法 令活殊胜利益安 当初他学佛 把这个生意放下的时候 到处去讲经 家里人不原谅他 认为他迷了 到最后看到他这样往生 一家一家都受感动 一家都学佛了 以后三年之后 他弟弟也欲知识知 往生 这个独自念佛论下 写得很清楚 第三位是一位张氏 姓张的一个女居士 这个人生活很苦 是在青岛沾山寺的行徒 他的先生 是拉黄包车的 诸位下的 从前拉黄包车 很辛苦啊 苦力啊 一家四口 一天步到码头上拉车 一天就没生活 过这么苦的生活 可是这一位女居士 还是常常到这个战山寺 去参加共修 他走的时候也非常潇洒 也是欲知识知 坐着走 没人足念 他那种身份地位 谁瞧得起他 所以在道场也没人瞧得起他 他走的那一天 他有两个小孩 大小孩大概十来岁 小小孩不到十岁 那些只顾到玩耍也不懂事 他就祝福两个小孩 他说他要走了 要就好好的听他爸爸教诲 小孩也不懂事 出去玩去了 到中午回来 要吃饭了 找他妈妈 他妈妈已经在床上打坐 往三步 这个时候才发现 战山寺的这些道友们 知道这个消息了 这个才对他赞叹 才来对他帮助 虽然那样的穷困 过那么样艰难的生活 他也是获得殊胜利益安乐 由此可知 这个殊胜利益安乐 不在乎富贵贫贱 不在乎这些 在乎你的境界观念转过来 你已经彻底觉悟了 一切得实都不关心 二六十中就一句佛号 一心向往阿弥陀佛 一心求生极乐世界 至于生活 不管什么样方式都快乐 都自在 这就是高度的圆满的智慧生活 佛菩萨的生活 所以佛菩萨实现在六道里面 实现各种不同的身份 以种种方式来教化一切众生 所以这样的经文 不能随便念过 随便念过 你学不到东西 不要以为我们现在 好像有很多同修 生活环境不太好 看到这个只是羡慕 他不晓得 你那个观念转一转 你就得到了 你就很自在 很快乐 你比哪个都圆满呢 你就悟了 迷了就苦 悟了就乐 由此可知 佛法所求的 没有别的 就是智慧 你有智慧 你就自在 你就暗路 你没有智慧 你在这个世界 有再多的财富 再高的地位 你还是苦不堪言 你没有路 不但现在 你的生活苦 你的境遇苦 将来更苦 为什么呢 你造作那些业 那个业要牵着你去收果报 更苦 他哪来的利益安乐 利益安乐 这个职务的人才有 迷惑的人 没有 这个里面还有一句话 在第三行 我们把它念一点 第三行的第二句 看起 为主有情 宣说正法 于主佛所 听闻正法 迎进佛徒 骤懒舍方 最甚佛徒 微妙镜像 而便自其 罪己 庄严 清净佛陀 于众安住 一身所谢 诸大菩萨 令俗正所得 求无上正等 菩提 我们就看到这一段 这一段里面 最重要的 前面四句 非常非常要紧 我们如何能够满菩提愿 如何能够居足菩萨心 这个文法非常重要 于诸佛所听闻正法 现在佛不诸实 说法的人少了 所谓是善之时难遇了 现在是末法时期 正如同佛在论言会上所宣说的 协司说法如恒火杀了 那楞严经上说的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这个话说在第四句 清净明晦 这一段经文 我们单独讲过一次 好像由洛言带流通 任言经在早年 我们曾经讲过疾病 那个时候科技还不发达 还没有留着这个洛言带 邪正怎么样辨别 这是学佛同修不能不知道的 邪正辨别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佛在四义法里面教给我们 依法不依人 这个人所说的法 与佛的经典相应不相应 这个最重要 如果他讲的与经相应 与祖师大德所讲的相应 这个法就是正法 他所讲的佛经上没有这个说法 祖师大德也没有这个说法 那就不相应 我们就要小心 要慎重 这样才能够辨别 哪是正法 哪是邪法 这个四义法 好啊 四个原则 这个第二个 也是佛教给我们的 以以不以语 要依靠佛所讲的意思 不要执着在言语上 言语可以多说 可以少说 可以谦说 可以善说 不要执着在这上 意思对了就行 佛在这个四义 就是四个原则 为什么提出这一条 我们现在明白 末法时期对于这个经典 争论太多了 我们这个净土宗的 你看下连续这个本子出来 就有很多人反对 为什么反对呢 他是居士汇集的 那么佛 这个标准给我们 我们这个问题解决了 意义不意语 他意思对 意思完全符合 无中原一本 没有一句是 无中原一本以外的 那我们就可以接受了 我们根据释迦牟尼佛这个原则 另外还有一桩事情 这是过去几年发生的 有一些人心疯作拉 说这个念佛 待业不能往生 要消业才能往生 查遍大藏经 没有待业 这两个字 闹得不止满城风雨 闹得全世界念佛人 人心惶惶 这些问题 都是一文不一意 都是在这个字里面 找麻烦 文字上虽然没有这个意思 可是佛讲的一理上有 我们如果能懂得 一意不一意 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意思上在哪里有呢 经上有没有讲 仕途三倍九品 这个有啊 那仕途三倍九品 从哪里来的 还不是待业多少不同来的吗 那意思不就到了吗 如果大家都不待业了 那哪里会有什么仕途三倍九品吗 那讲不通了吗 佛的这些话呢 特别真是对我们末法时期 这些妄想分别执着习气 很深重的人 为我们解决问题 第三个 一了意不一不了意 这更重要的 什么是了意 这个经典能够帮助我们这一生 了生死 处三界 成佛做主了意 如果这个经典再好 但是不能帮助我们断烦恼 不能帮助我们超越六道轮回 那对我们来讲就是不了意 那么茶茶一切经里头 哪个经能帮助我们一生成佛呢 阿弥陀经 这一句佛号确确确实实 帮助我们待业往生不退成佛 那这净土宗就是最了意的了 这是教我们选择法门 要一了意不一不了意 你要求人天佛报错了 你这一生当中要聊生死 出三界 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最后一条教给我们 一知不一识 理智 是感情 学佛不可以感情用识 要有智慧 要一理智 不可以感情用识 人情佛思 那必定会托你下水 一定要摆脱人情佛思 这样才能成就 所以要能够辨别 邪阵 要能够听闻证法 这非常重要 常常守证法的 询修 如果证法不容易遇到 都故人的诸解 故人的诸解 能够流传下来 都是纯证 如果不是证法 不可能流传下来 那么像进途宗 廉池大司的俗朝 偶叶大司的要解 这个是 决定是证法 我们依靠的是 决定的成就 尤其要记住 前面所讲的 夜门神父 今天时间快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这个 底下 我们还有一个节目 就是 有一些同修 要求受三规五戒 因为人多 我们一试就从解 最重要的是要发真诚的信 发真诚的信 三规五戒的内容 我们有一个落营带 有个落营带 还有一个小册子 必须要多看 知道三规真正的意思 那你就是 佛的真实弟子 归是回头 一是依靠 我们从 我们从 你 血 然 回过头来 一诀正经 诀 就是佛 正 正 正知 正见 就是法 清净 无然 就是三宝 所以佛发生 三宝 过去 禅宗